这次康瑞台风来袭时 台南市长赖清德因为宣布停班停课时间太晚 被民众骂翻 31号下午中央气象局对台南发布好语特报 赖清德就火速宣布晚间停班停课 甚至转成了三种车辆 抵达淹水的北门区百米部落 他力劝当地居民撤到安全住所 而尽管台南已经雨停了 北门依旧水深极西 但赖清德这回从善于流的做法 是让网友在他的脸书上按赞 台南北门区的这个井湖里 我们可以看到整条马路 大约还有200公尺左右的这个面积呢 都还是呈现淹水的状态 一天一夜台南北门依旧汪洋一片 台南又淹水 居民侵领满目窗椅的家园 愿神载道 不过地方父母官赖清德 这回动作加快很多 气象局一发布超大豪雨特报 他立刻在星期六的下午宣布平班停课 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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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你们去南柜的带点 好 以后要早一点哦 好 我要听市长的话哦 不只火速宣布停班 赖清德还到第一线 把热腾腾的便当送到灾民手上 但这条路他走得好曲折 穿着雨鞋踏进淹水区域 实在走不了了 他坐上小货车 货车再换消防车 最后甚至坐上撤离居民的大货车 带着记者一连换了三种交通工具 才终于深入灾区 因为他们不愿撤离 我特别进来 要他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撤离 因为台南市在4点10分的时候 中央气象局已经列为超大豪雨区 硬是要站上第一线 因为这次台风带来的大雨 真的是重创得神的风炮 8月28号上午8点半 气象局对台南市发出超大豪雨特报 但赖信德却迟迟迟迟连不宣布停班停课 直到隔天下午11点 台南市已经到处淹水 他才宣布停班 拖了27个小时 遭市民怒呛 当什么市长 当面被骂 赖清德接连针对自己的决策过程解释了好几天 31号下午4点10分 气象局又在针对台南发出超大豪宇特报 这一次赖清德立刻在20分钟后宣布晚间停班停课 被骂了三天 一向铁齿的赖市长 这回总算重散如流 尽管雨势已经停了 北门过了一夜还在淹水 但是赖清德火速宣布停课的做法 还是获得网友纷纷按赞 让他这回总算赢了一回合 中期新闻高梦王陈古民SNG小组 海南报道